若不是有法医 你怎敢相信 凭借一些骨头 就可以判定一个人的死亡是因事故还是因他杀 即便这个人已经死亡五年之久 时间 2012年8月11日 地点 云南省罗平县九龙镇七社村 每天上班之前看群众举报信 是罗平县公安局局长一直都有的习惯 这次一份没署名的信件引起了他的高度重视 这封信是以一个妇女的口吻来写的 主要是向公安机关反映七社村居民陈稳住死亡的过程 并重点强调他的死并不是意外 而是与黄菊仙和梁宝坤两人有着莫大关系 通过了解 信中所提到的三个人都是罗平县九龙镇七社村的村民 其中陈稳住与黄菊仙是夫妻关系 那陈稳住的死真的向信中所说 具有重大冤情 随即 警方来到了陈稳住所在的村子 通过对当地村干部的询问了解后得知 在2007年10月 陈稳住从自家二楼摔下来后死亡 就是一起很难让人接受的意外事件 然而 村干部的说法与举报信中 陈稳住被人打死的内容大相径庭 举报信说的是梁宝坤去侵害陈稳住的老婆黄菊仙 期间被回家的陈稳住发现 因而被梁宝坤打死 为了能进一步了解事情的真相 警方找到了陈稳住的家属 可没想到的是 陈稳住的家属到现在也在怀疑陈稳住是否是摔死的 如果这封举报信的内容是真实的 那这里面就有两起案件 通过警方前妻的走访调查 他们发现陈稳住的亲人朋友 对他的死亡都存在很大的疑问 可由于没证据 到现在也是不明不白的 随后 警方找到了陈稳住的妻子黄菊仙 举报信中 他也是一名受害者 那他会不会是举报人 据他回忆 在2007年10月15日晚上 陈稳住是在上楼挂玉米时不慎失足坠楼而亡 面对黄菊仙的说法 警方感到无比困惑 举报信上说明的陈稳住死亡原因根本不是这样 如果黄菊仙真是举报人的话 为什么当警方找上门后 描述的事情经过竟于举报信上的内容打相径庭 难道黄菊仙并不是举报人 为了能彻底了解这件事 警方向黄菊仙询问起陈稳住当天死亡的具体经过 可黄菊仙显得格外不配合 甚至大声呵斥警方离开 看着黄菊仙反常的举动 警方开始怀疑他是不是受到了威胁 如果他说实话的话 自己的人生安全以及他那两个年幼的孩子都会受到威胁 虽然黄菊仙并没有向警方提供什么有效线索 但出于职业责任 警方对陈稳住的家进行了勘查 这栋破败不堪的图就是陈稳住死亡的地方 之前村干部和妻子黄菊仙都是说陈稳住 在二楼挂玉米的时候摔死的 可通过技术人员的勘查 发现一楼到二楼的距离也才两点两米 当一个成年人从二楼跳下来的话 基本不会受伤 难道是陈稳住在跳下来后 不小心碰到了钉子等尖锐物品 可黄菊仙只是说自己的丈夫是坠楼而亡 种种证据 让警方越来越确信举报信所说为真 可要从哪里找到实际性证据呢 通过警方多次研讨 他们确定开关验尸 一开始 这个想法遭到了陈稳住弟弟的强烈反对 他觉得这样会坏了风水 可对于警方来说 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判定陈稳住的具体死亡原因 可如果最终得到的结果是 陈稳住死于意外坠楼身亡 警方必定受到陈家人 以及当地村民的指责和非议 但又想着如果不这样做的话 陈稳住总会不明不白地死去 如果真有冤屈的话 就不能得到伸张 犯罪嫌疑人就一定会逍遥法外 2012年9月4日 在种种压力下 警方对陈稳住的粉种进行了挖掘 与此同时 警方对死者陈稳住家人进行了调查询问 希望他们可以回想起 陈稳住死亡当天发生的具体事情 据陈稳住姐姐回忆 她是第一个得知弟弟的死亡 赶到现场的 就看到弟弟倒在楼梯边 身旁还有一个带血的梨头 当她询问弟媳黄菊仙 弟弟为何发生这种意外事 黄菊仙只是说弟弟上楼时不慎坠楼 掉下来的时候 头部不小心插入了梨头 不过 在对陈稳住遗体进行整理时 陈家人却发现陈稳住头上有三个小宫 颈部还有一道很深的摁压痕迹 虽然陈家人当时对这些都表示过质疑 但黄菊仙都会以死相逼 向外人说丈夫死亡后 陈家人就合伙来欺负自己 想着侄子和侄女还小 生活没依靠 陈家人就没再询问这些事情 在陈稳住去世几天后 黄菊仙就安排村民将他匆匆掩埋 可在当地人去世后一般要等七天 得到这些信息后 警方坚定了要开棺验尸的决心 再经过一段时间的开挖 一具高度白骨化的尸体出现在众人面前 法医开始了他紧张的工作 他知道这次的勘察至关重要 一方面能查出陈稳住的具体死亡原因 另一方面关乎着支队的名声 经过法医几个小时的仔细勘察 他从这一块块白骨中发现了众多疑点 陈稳住的颈部骨头都已经裂开 胸部肋骨呈现出高度粉碎 由此警方判定陈稳住的死亡原因 是机械性窒息死亡 而普通的坠楼也不可能让胸骨肋骨高度粉碎 只能是被重力击打后才会形成 这就说明陈稳住的死不是意外 而是像举报信所说的那样 为他杀 而犯罪嫌疑人很有可能就是黄菊仙和梁宝昆 很快警方就给两人免费送了一副银手镯 通过审讯 两人交代了何谋将陈稳住杀害的事实 黄菊仙为何要伙同他人将自己的丈夫杀害 梁宝昆和他又有怎样不寻常的关系 据黄菊仙交代 在1995年 自己通过朋友介绍 嫁给了同村的陈稳住 一开始 两人恩爱有加 可随着两个女儿的出生 陈稳住开始对他爱理不理 甚至多次拳脚相嫌 直到儿子的出生 陈稳住才开始对他好点 但此时 黄菊仙对眼前这个丈夫已经心灰意冷 日子就在各种打闹中度过了几年 在2007年 陈稳住打算拿出所有积蓄来修建新家 期间 找来梁宝昆帮忙 主要来做木匠和监工 由于建房子需要大笔开销 陈稳住只好外出打工赚钱 家里建房子的事就全部交给了梁宝昆 就是从这时期 梁宝昆和黄菊仙的关系变得异常亲密 梁宝昆他老婆得了子宫六 他认子六呢 他就认为是子宫案 那他就认为 他老婆肯定不久于人世 肯定是就是很快就要死了嘛 他就考虑他老婆死后 他怎么办 他把目标 描写了黄菊仙 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 梁宝昆向黄菊仙提议 将陈稳住处死 这样两人就可以在一起了 可让人没想到的是 黄菊仙竟然答应了 2007年10月15日 也就是案发当天 两人开始实施 黄菊仙首先在家等待陈稳住熟睡 然后就让梁宝昆带着作案工具来到自家 接着自己在外面看烧 梁宝昆就在家用作案工具将陈稳住活活打死 事后 两人伪造了陈稳住从楼上摔下头插入里头的假象 然而 这件时候 黄菊仙并没有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 出于害怕 梁宝昆作案后就一直在外打工 而他的妻子经过治疗 病情也有了好转 黄菊仙每天只能在折磨中度过 对于那封举报信 警方并没有说明到底是谁写的 但可以确定的是 不是黄菊仙写的 可能出于保护孩子 我更倾向于这封信是陈稳住其中一个孩子写的 从字迹上也是可以看出来的 或者说这封信是梁宝昆妻子写的 毕竟梁宝昆曾经向黄菊仙承诺 但把她丈夫处死后 就要把自己的妻子处死